防一到五号位真的很难 这必须足够快 足够强壮 然后身高臂展出色才能做到 要不然会被后卫军训 或者会被内线用身高起伏 乔丹防守在后卫里是天花板存在了 但是真防不了内线 真正能防一到五号位 我认为就五人 他们巅峰期真的是防守无死角 可以从内线防到三分线 格林不说求风就说实力 防守端绝对没得说 他可是拿过DPO1 这就是防守功力体现 防外线速度跟得上 预判也到位 防内线力量足 会卡升位 特别是小球时代内线偏软 格林防守效果很好 死亡五小防守很依赖格林这个点 他的扫荡能力很出色 即使现在下滑了 依旧是球队防守大闸 加内特巅峰运动能力爆炸 他可是九次入选一防 他身高购臂展长 关键那么高速度还快 防内线下手开 干扰很到位 防外线能跟上脚步 长臂可以给予无限干扰 凯尔特人时期 加内特就是球队防守端中流砥柱 没有他的防守端贡献 略凯不会那么强 基里连科 历史唯一外线拿盖帽王存在 防守是真好 防内线他连姚明都不怕 球锋是真的硬 他意识好 不容易被晃 切球和盖帽都出色 防外线更是优势尽显 身高和臂展让他能干扰对手 科比当年短短90秒 被基里连科封盖四次 这能力确实可怕 放现在轻松拿顶心 字母哥现在极战力就是现役第一 他真的是攻防一体 他的静态和动态天赋都太逆天 真的能防五个位置 本来他就是打内线 根本不需对抗 防外线不服够快 臂展右长 想突破他防守很难 他可是拿过DPO1 也是常年一防阵容 进攻球员面对字母哥压力会很大 巅峰詹姆斯防守很强 热火17是极致状态 内线可以封盖中锋 或者是顶防加内特 外线可以无限缠绕和追冒 运动能力强 力量强 速度快 体力还无限 他可以专注48分钟防守对手 五次一防 现役仅次于保罗七次 这防守什么级别一看就知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